何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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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好 明霞慧友你好 你今天帶給我們一場 關於旗袍秀的演講 你的演講主題 就是一個中秋晚會 然後呢進行 旗袍秀 我們剛剛過完中秋 依然是 對這個 內容是耳熟能相 所以很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也很有興趣 那麼在你的演講當中 你是以你的 討論師的對話師 來進行開頭 從 討論到旗袍的尺寸 那大小 這些都很有趣 馬上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 那麼在你的整個演講結構 進行的過程當中 你也是 講這個旗袍的四川 討論 還有 有 怎麼定做 是以一連串的對話 來使這個演講 來推進的 我們是聽到 津津如二 如森林其盡 很好很生動 那麼最後 你的整個演講 的結論 就是你們的旗袍 是很成功的 所以你的演講 也是讓我們聽得 覺得感覺很完整 有好的開口 有整個過程 有結論 所以我們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在一般的技巧方面 你的聲音 我覺得是很時鐘的 語數也很強大 而且有明顯的 品牌變速 起到加強你的演講的作用 你的目光 和會場上的聽眾 加強你演講的作用 我們都感覺到了 在語句 語會方面呢 你也使用了一些 很有表現力的詞句 比如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還有 女人一堆肉 變成楊貴妃 雖然我不敢說 這個一堆肉是好吃好劇 但是它是一個 很有表現力的一個詞彙 那麼其他呢 你整個演講呢 讓我們感覺到 你很舒適很自如 而且呢 你這種演講的這種 風範 這種表現 讓我們 也是聽到很有趣 我認為你的演講是成功的 但是再成功的演講 我還是可以提出一些建議 如果你這個演講 能夠穿上旗袍來進行 則更生動 更好看 更有表現力 還有一點就是 你的整個演講 到最終的時候 假如 你可以把你的感悟 你所理會到的一些東西 用幾句話把它總結出來 那麼 就更加是 掛你眼睛之底 擠上去的話 我希望 您想說 你的 看出你是一個很有功底的 講員 您所講的這些 整個演講 讓我們 領會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的東西 也享受了很多的樂趣 我希望 今後的演講 會越來越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